你啊 再不回来我就算你旷客 真的别啊 老师 我是临时有急事 所以去了一趟巴厘岛 去那干嘛呀 唯一最好的闺蜜结婚 所以我去参加她的婚礼了 真多啊 我还给你带来礼物 猫屎咖啡 猫屎咖啡 我还真没听说过 这橘子真新鲜啊 这橘子真新鲜啊 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是十块钱二斤 怎么不接电话呀 房地产推销的电话 张老师 我真不会这个太难了 笑 笑什么呀 想了那么长时间了 上个星期的问题啊 去吧 快 张老师也在啊 师母来了 帮你啊 没关系 没关系 自己来 我刚从巴厘岛回来 给简老师带的猫屎咖啡 真是不好意思 又让你破费了 猫屎咖啡可贵了 简老师 你看还是师母是货 那我帮你倒一杯 好啊 谢谢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打了一早上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 上课呢 开静音了 没听见 江老师 江老师 师母 你咖啡好了 我图书馆还有点事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啊 没事 江老师再见 圣母再见 非得在我学生面前让我难堪吗 你为什么要撒谎 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想和我吵架的 我一大早给你打电话 一直在打 你为什么不接 还要让我自己坐两个多小时的车跑过来 淡淡又住院了 淡淡怎么又病了 你问我 昨天是谁回去跟她疯玩 搞得她一身汗半夜就开始发烧 我跟她玩的时候很注意了 我盯着呢没出汗 简放我 我真的很累 我又要照顾丹丹 我又得四处兼职打工 我就是希望你 如果真的不能回去帮我的话 你起码你别给我添乱 行不行 我回去少了你说我不管孩子 我好容易几点时间跟别人调了课 我登了两个多小时自行车回家陪陪孩子 你说我跟你添乱 你让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呢 不是你一个人身兼素职为这个家 咱们是一起为这个家共同在努力啊 你那喝大酒也算是兼职吗 都喝成那样了 喝到半夜 我就是 我就是偶尔地跟芝芝喝一次酒 怎么了 我跟你说她失恋了 我陪她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 我跟她多长时间没聚了 你跟谁喝酒我不管了 行吗 我告诉你我今天来 本来就是要为了昨天我喝酒 喝醉酒的事情向你道歉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没必要道歉了 以你的态度 让我不想道歉 从你一进门道歉呢 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发现 你有道歉的意思 你什么意思啊 我坐了两个多小时车 我买了这么多水果 但她还住着愿我来 你告诉我我没有道歉的意思 你说得太对了 我就是没有道歉的意思 萧萧 每一次我们争论 每一次我们吵架 你有错过吗 全是你对 都是我错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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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